紧接着我们要引出另外的一个数据结构了 新的一个数据结构是什么呢 是链表的 它是链表的 链表跟顺序表的区别在于哪呢 同样的 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存储一组数据 那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顺序表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求存储空间必须连续 而且一旦不够的情况下 就需要涉及到动态的改变数据区吧 那好 有没有一种数据结构 能够说我在进行扩充的时候 原有的数据完全不用变 你多一个我就增加一个 多一个我就增加一个 我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存在了 那这样数据怎么来存呢 看一下 一开始有一个 有一个数据 这数据比如说现在有一个200 也就是说 现在构建了一个连续的存储 构到了一个一组数据 第一次的时候是有一个200在的 好 那你有200在 我申请了一个存储空间 把200存下来了 然后紧接着呢 这时候你又补充了一个400 那这时候的话 想一下 我这时候又找一个空间来 把400给存下来 把400给存下来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不再按照顺序表的方式 把200跟400给融合到一起 而且呢 我们在去扩充的时候 在一开始构建的时候 也不去想 到底我们要构建的这样一个list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数据结构 最终要存多少 我们也不去管 就不管它 你来一个 我就申请一个200 来一个 我申请一个空间存400 那你再来一个的话 看一下 再来一个 比如说存到600的情况下 那好 我再拿一个东西 存600 那现在我们说了 要封装成一个数据结构 把它当做一个整体 那这样离散的 分散的 不同的存储空间 我们怎么把它关联到一起呢 在地址上 已经没有一个连续性的概念了 我们怎么把它连到一起呢 怎么来连呢 大家的手链应该是玩过的吧 一串一串 拿根绳串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数据上面 也像才要这样的方式 把200400600之间 找一根线给它串起来 是不是可以了呀 对吧 那紧接着先说 上面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顺序表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在了 元素外置 是不是就找了一根线 把这几个串联到一起了 对吧 这是元素外置的顺序表吧 但是它既然是顺序表 你这根线 是不是就要受到限制的 这根线一开始 我就要决定出要多大的空间吧 好 那我们说了 不能采用这样的方式的 我不想去管预估 那怎么办呢 那就按照手拉手的方式去做 怎么来做呢 一开始有200 好 我现在要存一个200 这时候多出来一个400的位置 多出一个400东西 怎么办 我让200多出一块数据 去指向400 我要多找一块数据的空间 去指向400 这时候的话 我相当于把400跟200关联起来的吧 先不换里面 继续怎么实现的啊 就是说一开始有一个list 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要去存这样的动态的数据 一开始只有一个200 好 我找一个空间给存下来了 紧接着我增加了一个400 那400跟200之间已经不能再用顺序表的方式去存了 那怎么办 先找到空间 把400存下来 存下来之后呢 我让200保存一下400的位置 我可以通过200去找到400 也就是把他俩之间拿一根线串起来 这时候400跟200之间产生关系了 紧接着我再有一个数据的时候 再补充600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往串上串 好 那我紧接着就把600挂到400这位置后面 可不可以啊 好 那紧接着 紧接着 我就找的另外的一根线 把600挂到了400上面来 那你这时候再看 一开始200是作为起属元素的 我在想去获取的话 是不是可以通过200从头顺着线往下找 就能把这根线上的所有元素全部串到一起啊 而且我不需要去预估他之间到底要占多大的空间吧 来一个补充一个 来一个补充一个就可以 那这样的方式呢 叫做链表 链指的意思就是元素与元素之间 或者说我们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做节点 节点与节点之间是靠了一个链来连接起来的 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形式叫做链表 这就是链表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链表跟我们上午跟大家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表 它有一个统称 这个统称叫什么呢 叫做线性表 它有一个统称叫做线性表 线性表的意思就是说 看我的数据结构 无论你是连续存储的 还是你拿这支线串起来的 它最终表现的是一维空间的一根线吧 是线性的吧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线性表 也就是说这样是结构线性表 线性表会分两种 一种是连续存储的顺序表 另外一种就是靠线串起来的链表 那现在有了线性表之外 那你大家再想 线性表的一个特征就是一维空间的一根线串 那也就意味着说 对线性表再往上扩充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拓展到二维空间了 线性表的一个特征 是不是就一维的一根线了 那往上拓展的时候就应该拓展到二维空间 它应该是一个平面吧 对吧 拓展到一个平面之后 在最后的时候会跟大家引入数的概念 那你这时候再看 它已经不是一根线就能解决的了 而是在一个平面当中有多根线 串起了这样的一个元素吧 它已经拓展到二维空间了 这只是数还可以再往上引寸图 也就是说你对于数据结构再去研究的话 它的水很深在不断的往上扩 我们现在只来学最简单的 好那刚才已经知道了链表了 这样的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引入的链表了 那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链表这一部分 到底怎么去实现 看一下 现在已经刚才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链怎么给它来实现出来了 这个链 刚才说了200要能通过200找到400 也就要求说200当中必须得保到400 保存着400这个存储单元的位置吧 对吧 那这时候好了 对于原有的数据元素我们现在需要给它扩展了 不能再仅仅保留一个数据了 不仅仅要保留一个数据了 要保留成什么样子 还要保留另外的一部分数据 这两个作为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整体来 那这时候的话两个整体会作为一个节点了 前面的第一个位置呢 我们去给它保存数据 然后第二个位置呢 给它保存什么东西呢 保存地址 保存地址 然后说第一个拿到的200 它的位置应该是0x11 紧接着我去保存400的时候 同样要给它构建一个存储区 把400存下来 那这时候呢 为了达成串的效果 我们就不给它只保留一个数据区 而是要同时变成两部分 那好 为了存400 就要申请两个重大空间 这是为了保存400的 保存400的时候 把数据放到数据区 后面的链接地址没有指向 是空的 就比如说只为0 然后拿到的400存储的位置 应该是比如说 现在它是随机的嘛 比如说它叫0x34 之间没有关系 那我把400有了之后 为了保证200跟400之间 那我就应该把200的链接区这部分 存成0x34 那你这时候想 第一个节点跟第二个节点 它是不是就有一种链接的关系在了 由第一个节点能找到第二个节点了吧 那这时候我们把前面这部分叫做数据区 第一个叫做数据区 第二个位置呢 叫做 你叫做指针区也好 链接区也可以 这个东西给它保存的是下一个节点的位置 就是链接区保存的是下一个节点的位置 我们现在对于它已经不能简简单单单的说叫做元素了 因为它除了数据本身还保存了另外一个地址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结构叫做节点 这时候的话再看 我现在要保存600了吧 保存600我还需要执行相同的步骤 还要需要执行相同的步骤 那也就是说我再构建一个新的单元来存放600 然后新的单元的地址是多少呢 比如说是零差 21 那这时候600的这个单元已经产生了 并且把数据存储下来了 那在零差34这个位置上面 我是不是应该把600的这个地址保存下来 零差21对吧 一旦保存我400跟600这两个元 这两个节点之间 是不是也就相当于链接起来了 对吧 我们就需要构造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来达成我们现在这个效果 这就是链表的一种实现方式 把数据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数据区 一个是链接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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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